大家好,我是魔法创作士,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 今天才知道,这几种鸡蛋不要买,饲养户也不吃,看完记得告知佳人。 在日常生活当中,鸡蛋是餐桌上最常见的一种食物,可以做出各种美味佳肴。 鸡蛋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,含有丰富的蛋白质,以及人体所需要的八种氨基酸。 市场的鸡蛋种类繁多,关于鸡蛋的误区,最近各大平台都在流传一则。 关于激素鸡蛋的视频,视频大意就是现在超市,菜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激素鸡蛋。 人如果吃了,那危害可不小,成年人吃了,会扰乱身体的激素水平。 小孩子吃了,会影响到生长发育,视频里面说的也是煞有其事。 那么,我们吃的鸡蛋当中,真的含有激素吗? 今天的视频,就带大家详细地了解一下。 现在流行这么一个说法,白壳的鸡蛋,都是散养的山鸡下的蛋。 而红壳的鸡蛋呢,则是养鸡场下的蛋,而且伴随着激素。 事实果真如此嘛,相信很多朋友去超市购买鸡蛋。 最常见的也就是白壳鸡蛋,黄壳鸡蛋和粉壳鸡蛋了。 其实鸡蛋壳的颜色,主要来源于两点。 一是母鸡分泌的色素,二是鸡的品种,和是不是散养鸡。 激素鸡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 母鸡在下蛋前会分泌色素,比如卵补鸣会给鸡蛋提供褐色。 而胆绿素则是提供绿色。 哪样色素分泌的多?鸡蛋出来的就是什么颜色的? 所以大家在去买鸡蛋的时候,如果还有销售员和你说,白壳的鸡蛋好,都是山里散养的母鸡下的蛋。 请回他一个呵呵。 如果真的想买散养的土鸡蛋,那么最好选择农户自行售卖的那种,就绝对不会错了。 真正的激素鸡蛋长什么样呢? 首先要和大家明确一点,激素鸡蛋是真的存在。 但是要分为两种情况看待。 第一种安全的内原性的激素鸡蛋,所有的鸡蛋都含有内原性激素。 所有母鸡本身呢都含有一些激素。 比如黄体酮,它是一种有卵巢黄体分泌的。 天然孕激素,不过请放心,这是天然产生的,正常的,且对我们的人体是无害的。 第二种有害的外原性激素,外原性激素鸡蛋,在大量养殖的过程中, 确实有不法商家,为了增加鸡蛋的产量。 添加激素类饲料喂食蛋鸡,这样会导致激素沉积在蛋中。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,外原性激素鸡蛋。 实事求是的说,这种激素鸡蛋,对人体确实有害。 所以购买时还是要注意区分。 首先第一步先看鸡蛋壳,想要辨别激素鸡蛋。 第一步便是看,通过对鸡蛋壳的观察,能够初步辨别是否是激素鸡蛋。 一般来说,如果鸡蛋壳发软,并且摸起来非常的薄,则是激素鸡蛋的可能性会更高。 这是因为激素鸡蛋,大多通过促生长饲料喂养催生,鸡蛋在母鸡腹中发育的时间缩短。 生出来的鸡蛋的蛋壳,自然也很难发育完全。 通过观察蛋壳的方式,便可出现端腻。 我们去选购鸡蛋的时候,如果没有很好的光线,用手触感也不是很明显。 其实,还有一个非常简单方便的小技巧,就是用我们手机自带的灯光。 即可,将手机灯光凑进鸡蛋之后,鸡蛋的整体就会变成透红的颜色。 这时候蛋壳呢也会稍微透明一些,以此来区分蛋壳之间的区别。 非常薄的光线会十分通红透亮,而不怎么薄的,只会显得稍微不那么透光。 厚实一些,通过肉眼实在难以区分的话,我们也可以将买回来的鸡蛋,分别打入碗中,观察一下鸡蛋的状态。 如果是在保存妥当的状态下,发现购买的鸡蛋,大部分蛋黄已经发散,并且蛋黄颜色明显偏淡。 这也是激素鸡蛋的一种特征,因为激素鸡蛋在母鸡腹中,停留的时间比较短。 不仅蛋壳没有发育完全,而且蛋黄中所摄取的养分也会比较少,卵磷脂含量不足,蛋黄因此也会变得颜色发淡。 很难成型,大家看我打出了三个鸡蛋,分别呈现出来的状态。 第一碗和第三碗蛋黄,蛋白成型的都非常的好,而中间的鸡蛋氢呢,就会稀很多,感觉快要接近清水了。 粘稠度不是很大,再看看蛋黄的状态。 这一碗,其实我们用牙签把它给戳破了,蛋黄依旧很稠,不会散黄,我们都知道,鸡蛋含有丰富的蛋白质,所以呢,它是有一定的粘性的。 中间的都不用看了,已经散得不成型了,很明显我们只是轻轻地摇晃一下,并没有用牙签剧烈搅拌,蛋黄和蛋清就已经融合在一起了。 所以购买到,这样的鸡蛋就要注意了。 还有的朋友说,那么蛋黄颜色深红是为什么呢? 是真正的土鸡蛋嘛,蛋黄颜色发红,这和喂养的饲料有很大的关系。 在饲料中添加维生素类,或者是天然色素,以增加鸡蛋中的叶黄素,蛋黄就会发红。 给喂鸡的饲料当中呢,添加合成色素,或者是化学添加剂,将这样鸡蛋蛋黄变红,来冒充土鸡蛋。 这类的鸡蛋吃多了,会造成慢性中毒哦,所以买到那样的鸡蛋。 千万别给孩子吃,除了要看一下蛋清和蛋黄之外,我们还要看一下鸡蛋的蛋壳。 正常的鸡蛋蛋壳是不容易捏碎的,而如果蛋壳轻轻地一捏就碎了。 那么这一定是不正常的鸡蛋,它的蛋黄非常的容易散。 在购买的时候,就一定要注意了,千万不要购买到这样的鸡蛋。 通过以上我们可以一眼便便。 自然生长的鸡蛋,它的鸡蛋壳会比较厚一些,里面的鸡蛋清呢也会比较粘稠。 而买的便宜的鸡蛋,具有可能是激素鸡蛋。 鸡蛋壳比较薄,鸡蛋清也稀很多。 但需要注意的是,如果是因为保存不当,蛋黄因为瘦外力被晃散了,则不能断言,一定是激素鸡蛋。 所以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,就是在购买鸡蛋时,尽量通过正规渠道,或者是从大型商超购买。 这样就能大概率的,避免买到外源性激素鸡蛋。 不过,好在这种激素鸡蛋属于极少数,因为不划算,添加激素类饲料,虽然短期内会增加产氮率,但会大大损害鸡的身体。 属于杀鸡取卵型的行为,长期如此并不划算,其次是没有必要。 大部分商家,只要通过选择高产品种,加上精心配比的饲料,营造适合鸡生长的环境等。 正常合理的方式,就可以提高母鸡的产单率,因此没有必要冒着。 违法的风险使用激素,所以这只是极少部分。 不良商家所为,大家不必过分担心,也不用恐慌。 因此大家在购买时,尽量选择大型超市,或者是正规农贸市场购买。 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,这些地方售卖的鸡蛋,基本都是正规养鸡厂生产的。 符合国家标准的鸡蛋,都比较安全。 如果想要确确地区分,鸡蛋里面到底有没有激素? 那么,最好是去正规的,时评检测检验中心,或者是去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检测。 像这样,检测出来的结果,就比较靠谱一些。 以上关于这个激素鸡蛋的,一些小常识,现在都清楚了吧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内容呢,就分享完了。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,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。 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,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。 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 点击我的视频头像,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 每天呢,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。 别忘了关注我哟。 感谢您的支持,我们下期再见了。